这个顶纸我们都捏好颤的 时间我们给它吹个0.6 因为我们这个领子是做毛边的 然后开始上领 在这里像这个漆平把它修平 这里一个检口是吧 我们从这个检口开始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边挑掉 挑到毛边出来 因为等一下我们撤了之后就不好挑了 我们挑掉一些 撤一公分 好 撤完之后 那我们这边这个检口 那我们这里有一条线 是不是 我们从这里先折好 然后这样反折过来 撤一公分 上到这个时候 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然后呢 打一下倒针 打一针就好了 把这个翻起来 从这里 撤过来哈 尖口 对着尖缝 后中 对着这个后中 领子的正中间对着后中 尖口在这里哈 刚好是对着的 刚好是对着的 一定要对好哈 那撤到这里 我们 用这只挂一下 OK OK 撤到之后 撤到之后 然后呢 同样哈 在这里打个尖口 挨着我们画的这条线 这样折一下 OK OK 那么这里的一个要点哈 你看这里 撤的一公分线是在这里 那么你看对着的刚好也是平着向了这个 这个线这里 这个线这里 千万不能有相差一个距离哈 都是平着这个线的 然后呢 我们再从这里打个尖口 打到我们打到针的这里 然后把这个翻过来 然后把这个翻过来 塞了之后 然后这样折一下 压0.1的线 下面这层呢 最好呢也刮一下哈 怕沉叠 我们就我们这层布啊 这样刮一下 然后就一直这样压0.1的线 手势呢 手势呢 跟我们上那个下摆压线一样的 这个手往我们身边带 上面这个呢 上面这个千万不要拉哈 不要往我们身边拉 一定要往这个前面推着一点点 好 然后就这样一直上过来 好 OK 这瓶子收好了哈 反面都是0.1 然后呢 我们从这里压0.1的线 像这个毛边呢 我们呢可以把它修小一点 然后就直接这样压0.1的线压过来 始终盖住下面这条线 好 好 好 记住这个手势 这个手势是往我们身边带 往我们身边带 这样子 上面这个瓶子车 不然的话你车到最后是扭的 OK 这个是反面 那么这个是正面 我们都保持0.1的 没有漏掉 第一面也同样操作 简单一下 首先我们烫一下门机 然后来烫一下袋子 压一下就好了 也不要烫得太死板了 烫得太平整了 不自然 好 那么像这个绣笼 把它烫平 像这个绣笼 一定要烫平它 好 那么这边绣笼烫一下 这个衣服就很快就完成了 做起来都是非常简单 如果是对于小白来说 可能就是上领 稍微有一点点了 但是对于有一点点基础来说 这件衣服都是非常简单的 还有一个我们的领子 还有一个我们的领子 这一块 领子呢 我们从这里对折一下 这边呢 盖下来一点点 跟这边 这里呢 我们直接哈 压一下这里 不要压这里哈 压这里就很死板了 好 那我们做了三种马甲 三个款的马甲 上领的方式都不同 我们在面临不同的款式 我们这个做法呢 都可以去更改 怎样去改善 像这种上 你看不到这个毛边 是不是 如果你直接夹的话 这里肯定会出现一个毛边 所以说我们在做 无论是打板也好 还是做工艺也好 我们都要随机应变 不能一成不变的 怎样处理的美观 我们就怎么来扣子扣眼 打好之后 这就是我们的成品 领子下摆都是毛边的